第三千零四十四集 叶晨淡淡道 走吧 说吧便带着熊奇坐上了飞雷胶 熊奇低着头无力地对叶晨问道 叶大哥 你说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 叶晨目光微闪道 不知道 不过等你回家了应该就清楚了 说吧便驾驭着飞雷胶 继续朝着角熊家而去 角熊家位于灭兽于一处 幽深至极的山林之中 这里的林木呈现一种紫红色 正是那角熊林 角熊家的府邸 占地超过上万平方米 建筑风格极为粗犷 一间宽敞的大房之中 躺着一名中年男子 那中年男子双目紧闭 气息忽高忽低 极为不稳 此人正是角熊一族的家主 熊王武 而在熊王武床前 还站着一名眼神伶俐的兽人 此刻这名兽人 正端着一碗汤药 细心地为熊王武喂药 他乃是熊王武的长子 也是角熊家最为出色的天才 熊力 就在这几日 熊王武修炼之时 因为意外 走火入魔 而陷入了昏迷 直到如今还没有苏醒 这时 一名仆人走入房中 对熊力道 大少爷 一名外族人 带着小少爷回来了 熊力文言 神色一动 当即放下了药碗 朝着外屋走去 客厅之中 坐着一名人类青年 与一名兽人孩童 正是叶辰和熊奇 叶辰手中捧着一杯 淡紫色的饮品 有些好奇地尝了一口 这是灭兽欲独有的灵茶 这时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 叶辰朝着门外看去 只见一名相貌堂堂 气度不凡的兽人青年 带领着一众实力不凡的兽人 步入了客厅之中 他一见到熊奇 面上便浮现大喜之色 高呼道 熊奇 你没事 太好了 熊奇立即朝那青年兽人跑去 呼入了他的怀中哭喊道 哥哥 徐长老 徐长老的 熊力轻轻拍着熊奇的背部 安抚道 放心 你回家了 现在已经没事了 没有人能伤害得了你 他的神色骤然一粒 冷冷喝道 来人 传令下去 给我在最短时间内查清楚 究竟是谁敢对我缴熊家子弟 我熊力的亲弟弟出手 其身后 有几名兽人当即领命道 是 这时 熊力看向了夜晨 目光微闪道 就是阁下救了熊奇 在下熊力 乃是熊奇的兄长 在此谢过阁下了 夜晨淡淡道 在下夜晨 熊公子客气了 他的眼神闪烁了一下 这熊力的武道资质 倒也是颇为拟天 不到两千岁的年纪 便已经是还真净存在 比之脚熊家家主 还都弱了不少 几人一番交谈之后 熊力将夜晨 请入了一间雅室 奉上灵茶 有些好奇地问道 夜公子 我听说 外族人是很难承受 灭兽欲的毁灭气息的 可我看夜公子 好像行动如常 丝毫不受影响的模样 夜晨目光一闪道 我修炼有毁灭神道 所以 这灭兽欲的毁灭气息 对我无害 熊力文言双眸一亮道 哦 出生在灭兽欲的兽人 受到这毁灭气息的熏陶 大部分也能掌握毁灭神道 只是却无法精深 忽略粗浅 听闻外族人的毁灭道运 与我兽人族各有千秋 不知夜公子 可否与我切磋一番 也好彼此印证自己的武道 夜晨神色一动 沉吟片刻后点头道 也好 他对于这兽人族的毁灭道运 倒也是颇为好奇 熊力文言 颇为爽朗的一笑 便将夜晨带领到了 角熊家的演武场之中 角熊家之人听说了此事之后 纷纷前来演武场观战 对这名击败了序长老的外族人 究竟拥有何等实力 亦是颇为好奇 夜晨与熊力站在演武场之中 观众席上的众人 则是议论纷纷 一名兽人少年 颇为期待地道 你们说 这场切磋谁会胜出 他的同伴有些不懈地答道 这种问题还用问吗 大公子是我角熊一族 当今最优秀的妖孽 特别是在毁灭道运上 拥有逆天资质 怎么可能会输呢 不少人都是点了点头 赞同这个说法 可那名少年 却是有些不服道 这外族人击败了序长老 可见实力必定非同凡响 我觉得没有那么简单 他的同伴冷笑一声道 击败序长老 你没发现 此人不过是 接近乾坤存在吧 你觉得 他真的能击败序长老吗 即便真的做到了 靠的恐怕也不是实力吧 周围众人闻言 纷纷附和 显然没有一个人 看好叶晨 叶晨对众人的言语 倒是颇不在意 他看向熊丽问道 要怎么比 熊丽笑道 你我各自仿出一道毁灭之力 互相侵蚀 先将对方的毁灭之力 侵蚀殆尽 便视为胜利 可好 叶晨点点头道 可以 其实他更想要 以实战的方式鄙视 但这样太容易令对方 在切磋之中受伤了 下一刻 两道极为强大的毁灭之力 在炎武场中爆发而出 周围的角熊家兽人见状 都是面色一变 即便他们大多数人 都能操控毁灭之力 可他们的毁灭之力 于眼前二人 根本是一天一地 完全无法相提并论的 叶晨与熊利的毁灭道运 简直就像是一片漆黑的海洋一般 要将他们的神魂都彻底湮灭 此刻再也没有人敢小看叶晨 一个个都是 聚精会神地 朝着炎武场之中看去 在他们看来 今天很可能会上演一场 精彩的大战 就连夜晨亦是有些意外 这熊利在毁灭神道上的造诣 竟是颇高 而熊利眼中更是 闪过了一抹惊悚之色 刹那间 那滚滚毁灭之力 瞬间幻化 夜晨的身后 出现了一只漆黑大手 朝着熊利抓去 而熊利的毁灭之力 则是化为一只 生着利爪的兄长 很快 那漆黑大手与漆黑熊长 便宛若行星撞地球般的 轰然对撞 时间仿佛有了片刻的静止 所有人都是张大了眼睛 有些不敢相信 自己看到的一幕 两人毁灭之力 对轰的结果 大大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想象之中 你来我往的精彩大战 没有出现 甚至切磋在一瞬间就结束了 只见看起来 凌厉无比的熊爪 竟是在夜辰的漆黑大手之下 瞬间化为了粉碎 这外族人究竟恐怖到了 何等地步啊 完全刷新了众人 对毁灭神道的认知 熊利满面呆滞之色 似乎还没有反应过来 发生了什么 两者在毁灭道运上的造诣 差距太大了 他连做梦都没有想到 这场切磋 竟然会被夜辰一击就击败了 夜辰目光微闪 缓缓散去了那漆黑大手 灭兽玉兽人的毁灭之力 确实有一些独特的地方 虽然这场切磋 他极为轻松地取胜了 不过 夜辰还是得到了一些收获 若是将之参无透彻 他的毁灭道运 应该还能提升一些 这时 熊利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好精妙地毁灭道运 夜公子多谢指教 他看起来竟是一副极为欣喜的模样 丝毫没有为自己 在众人面前被瞬间击败而生气 他拍了拍手掌道 李克 去准备丰盛酒宴 夜公子救回了熊旗 本公子要亲自为他接风洗尘 众人愣了愣 随即演武场中爆发出了一阵欢呼 强者到哪里都会受到欢迎 酒宴之上 夜辰对熊利问道 熊公子 实不相瞒 我之所以来到这灭兽狱 是为了寻找强大的灭兽 以及拥有高等血脉的灭兽兽卵 不知你可有什么线索 兽卵也是夜辰所需要的 毕竟即便他能够收服 还真二层天的妖兽 但想要拥有本命妖兽 就必须从兽卵开始培育 熊利目光一闪道 强大的灭兽 具体是何等实力 夜辰道 还真二层天以上 越高越好 此言一出 熊利面上便浮现了一抹震撼之色 片刻之后 他才苦笑着开口道 这个层次的灭兽 我倒真有一些线索的 夜辰眼神一亮道 哦 可否说说 熊利问道 夜公子 我角熊家是灭兽狱的八大家族之一 你可知这八大家族在灭兽狱立足的根本是什么 夜辰摇了摇头有些疑惑 熊利说这个干嘛 下一刻 熊利却是开口道 实际上 角熊家之所以能够被称为八大家族之一 是因为家中供奉着一头灭兽 八大家族之中 各自都收服了一头极为强大的灭兽 这八头灭兽被各大家族称之为圣兽 每一头都拥有还真二层天之上的实力 熊利苦笑道 能够被称之为圣兽 说明这等实力的灭兽在灭兽狱也是极为罕见的 即便有野生的还真实力的灭兽 那也是凤毛麟角般的存在 夜辰文言微微皱眉 他总不能去将这八大家族的圣兽给收服了吧 看来还是只能靠他自己找寻了 甚至很可能会无功而返 想到这里 夜辰眼中不由地闪过一抹失望之色 就在这时 熊利却是再次开口道 不过 关于强大灭兽的兽卵 我倒是知道如何才能得到 他满面诚挚之色地看着夜辰道 夜公子 这次你出手救下了熊旗 我一直在想要如何报答你 既然夜公子想要得到灭兽兽卵 我可以做主 以角熊家的名义 给夜公子一个机会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